拿到最好呢就是把他的肌肉跟他的骨头好像拿到有一种分离的感觉 那就是拿透了 对那就要把它拿起来 这个就是拿的时候呢 骨口一定要把肉把这个骨口都塞 把肉都刷起来 对 拿法 拇指和其余是相对用力提起 但是用的比较多呢就是反映是那个拿揉了 拿揉用在这个按摩上比较多 比较容易放松 对 就跟揉面一样 对 这样就是拿揉 这样是拿起来 拿起来 这样是拿 这样就是拿揉 对 你觉得说话 哈哈哈哈 很简单 很简单如何 拿揉的时候啊 不同的部位是不同的手 刚才说了 拇指和其余四指相对用力提起 就叫打法 你看 拿这个大拳的时候 你看 对不对啊 是不是拿起来的 对吧 如果拿揉揉的时候 你要还是用拇指和其余四指 对吧 拿下就比较多 那怎么办呢 用拇指和打预计的法 和四指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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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个就是咱们炒作的时候啊 不管做精油按摩炒作 还是 环境按摩炒作的时候 我们今天来这里都是老师啊 对自己的形象 你的一举一动 跟底下都留下深刻的影响 所以说你的体位 你做什么 做什么 做着之前 你首先第一步要抓好自己的位置 首先要抓好自己的位置 然后再做自己的姿势 我本来是做腿 你站在这地方的话 你看看 我这样打 你看 对不对 对不对啊 本来是我拿这个腿进去放去放 我往你反去站 我这条腿在前 这样拿 是不是 怎么样 我要这条腿在前的话 这样拿下好看吗 嗯 姿势是不是 非常 我们有时候不注意这个姿势 当老师嘛 我就要求年一年 咱们还要注意姿势 往你反一站的时候 通常情况下 我做保健 我对吧 用小钉子布 你看 往你反一站 是个钉子布 然后 腰少不一弯去 不要老站一发 你看 腰那么平绕 这样做下动脑 是我编的问题吧 腰自然弯去 你看 对吧 坐起来以后 多舒服 看起来 人家一看 不费劲 跟人家一种非常优美的感觉 来进按摩室 你看就是 干了好长时间 对吧 素质很好 外形素质 一看就是 给人家的好的影响 对吧 然后就操作起来 又方便一点 对吧 招好位置以后 不是一个 我站的地方 还得够 使劲完全够 要不就打那个大铁 好看不好看啊 好看 不要轻换下来